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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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这油炙的颜色怎么不对劲啊 那个是不是仓库的温度比较低 所以有些凝固啊 不会的 海棠 救命少爷 姐 您不能进去啊 救命少爷 姐 家里出事了 你要被一群记者围着 赶紧回家吧 怎么回事 先别问了 回家再说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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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 你就别进去了 我怕他们会认出你来 没事 我接近看看 别再结外生枝了 你先回去 有事我找你 姐 走了 你就是死人化妆的什么 怎么想到想去做这个的 站一下 都不知道 你需要给死人化妆的熊宝 让一下 让一下 干嘛呢 你是何局勤啊 别怕 他们是谁 让他们出去 出去 没事的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你们怎么能够出去啊 我来说 请你们离开这里好吗 请问一下 给死人化妆和妆化妆 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你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干什么呢你们 走不走 夏合 走不走 疯了是不是 开手啊 你不走 你不走 你干什么 不要急 请您这么一回答一下 我们的问题好不好 无可奉告 娘 娘 娘 你别害怕 别害怕 没事 海头 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来找你爹的 不是 娘 夏合 夏合跟同学闹着玩呢 小孩打架呢 来来来 别害怕了 没事了啊 好吧 海棠 不行 我们得离开这儿 我去收拾行李 你叫上你爹 我去收拾行李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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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收拾了 爹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去上班了 一会儿就回来 对啊 他昨天晚上还在家的 您忘了 昨天还在 到底去哪儿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 不对 你骗我 你 你骗我 他不在 他不在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娘 你爹去哪儿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现在马上滚蛋 第二 我去找你们领导 我认得你 你就是朗月轩吧 没错 你给我等着 咱们明天报纸上见 走 给我等着啊 我们下车 走 走 没事 娘 到底去哪儿了 你没事吧 海棠 外面的人已经让我赶走了 顺琪 顺琪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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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你都去哪儿了 我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了 你不要我了吗 你不要我们三个了吗 我一个人在这儿 害怕极了 我害怕 两个孩子跟着我 受了好多罪 你为什么不回来 没有 我这不回来了吗 带我走 带我走 带我回家好吗 好 带你回家 这两个孩子 都已经长大了 夏合 现在可听话了 满满功课都考第一 夏合 这是你爹 叫爹呀 怎么 不认识了 快叫我 这是你爹 快叫 爹 顺琪 让我好好看看你 让 让我好好看看你 放心吧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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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现在怎么办啊 老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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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就是老岳明先生吗 你好 有个问题想问您 听说朗里春的济师 顾海棠一家人 都是帮死人化妆的 有消息说 顾海棠还在研究 新型的化妆品 那请问朗里春 会不会把 用在死人身上的化妆品 应用在活人身上的 对 朗里春先前 是否知道顾海棠的 真实身份 你之所以休息 是不是因为 获取了真实身份之谜啊 嗯 开车 老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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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口尖默 你是不是默认了这一切 朗里春那可是 昆杨首屈一指的大品牌 对 我们老百姓啊 对这件事情 是十分地关注 请您说一下呗 首先呢 我非常感谢大家 对朗里春的 关心和支持 朗里春在昆杨的 胭脂行业里面 也算是翘楚 我们绝对不会 昆杨的老百姓 有任何的包庇和隐瞒 而且一定会 还大家一个真相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请你们放心 那就是朗里春的产品质量 始终是如一的 任何有诋毁朗里春的行径 我们是一定不会姑息的 爹 娘 月明 你回来的时候 门口那些记者还在吗 已经被我打发走了 你们就是不听我的劝 你看 现在又出事了 要我说啊 新产品赶紧停掉 别因为顾海棠 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不然 我们给顾海棠一笔钱 买断他的配方和工艺 这事做出声明 与他无关 这事摆明了是有人 故意诋毁我们朗里春 你以为跟顾海棠 划清界限 发出了声明 就不会有人再追究了吗 反而会惹人注意 说我们贼喊捉贼 那现在怎么办 我之前一直就说 这个顾海棠 是我们朗家的克星 之前我跟妙兰 去给顾海棠算过命的 人家说他跟咱们家 命数相克 真的不信邪不行了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这些 子虚乌有的事情了 好不好 要是一个顾海棠 就可以将我们朗里春 拖垮的话 那我们朗里春不早 就垮了吗 你不信我的话 你去问妙兰呢 娘说得没错 法师说了 这带水之人 你说够了没有啊 爹 娘 这事情未必到了 你们想得无可救药的地步 首先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 不是吗 这朗里春 在昆阳早就深入人心 顾海棠才到昆阳多久啊 大家之所以吵得热乎 无非就是想看热闹 这时间一长 他自然而然不就过去了吗 太太 太太 我听说有人把咱们家给堵了 我就叫我爹 把他们全都给赶走了 你还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谁让你插手这件事的 我 月明 莫霍啊 带我谢谢龙大帅 多亏他帮忙 应该的 太太 好啊 行了 回去吧 受了惊吓 记得按时服用安神的药 方子我已经交给家属了 多谢了 张叔叔 给你爹带个好 周末我去看看 好 您慢走 你怎么出来了 我觉得这事我得做个解释 什么解释啊 因为我的关系连累了朗里春 我真没想到事情 会闹成这个样子 没事 有我呢 这件事情是我欠考虑 我不能什么事都让你替我扛着呀 我不替你扛 谁替你扛啊 行了 放心吧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莫霍啊 来 多吃点 别客气啊 谢谢太太 那我就不客气喽 不瞒您说 我可能吃了 那就对了 能吃才有福 别跟那个顾海棠一样 天天吃得跟猫舌似的 月明 你说娘是不是针对她 之前我说的话你们都不信 现在全部都应验了吧 娘 这客人在呢 咱们不了这些了 吃饭 吃饭 莫霍又不是外人 就是 我可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 来 我给你夹块肉 我娘吃素 我给忘了 没关系 娘 我这饭还能吃吗 您先别生气 海棠来 是有话跟大伙说 咱们先让他把话说完好吗 太太 我今天过来 是想给朗家赔个不是的 一直以来 朗家都对我特别地关照 但我却给朗家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 但是你们对我的好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面 有朝一日 我一定 你能记得这些 说明你还算有良心 我们朗家不图你什么回报 也不求你做什么事 你只要离我们朗家远远的 我就亲自给你烧高香了 娘 您先替人家把话说完吗 我知道这件事情 因我而起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离开朗里春 生产出的所有产品 跟我再无瓜葛 你说话要算数 海棠说到做到 请太太相信我 你锯什么宫啊 我们这儿又没有死人 你隐瞒你娘的身份 混到我们朗家 也算是枉费你一番心机 跟着你娘好好过日子 不好吗 非要抛头露面 帮人家办理后事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名 太太 我娘那是积德行善做好事啊 你娘是行善积德 我们朗家就活该替你们背黑锅 你们一家人怎么都那么爱惹事 折腾来折腾去 能显出你们什么来啊 总之这件事情 我们问心无愧 我也希望太太 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你们都听听 她说的是人话吗 你之前祸害完月明 现在又来勾引月轩 你还说你没有心机 我看你啊 是便宜没占够 太太 我希望您能尊重我 月轩 拿她出去我不想见到她 顾海棠 你是要气死我娘吗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到底是不是来道歉的 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找茬的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月轩 让她出去 现在就让她出去 娘 朗月轩我问你 你是要顾海棠 还是要这个家 可是您真的误会海棠了 你还在护着她 好啊 你不是有本事吗 跟她走啊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想让您生气 我今天带海棠回来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澄清的 省得让大伙都惦记着 不是 这件事情 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海棠也没有撒谎 她心里 一直对咱们家有歉疚 总想着怎么能报答咱们 但其实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歉疚的 你们说什么 她就听什么 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 从来没有反驳 也没有辩解 她以为 忍让是能够换来谅解的 但她从来没想到 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愿意 真正地接受她 娘 谅解是需要勇气和包容的 月轩 月轩 造反了 你敢跟她一起走 月轩 娘 您千万别生气啊 你烦子 娘 娘 我不要 月轩 对不起啊 如果我之前替你的劝告 不让我娘去帮忙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 你和你娘是为了助人 再说了 这世上的事 不是什么都是我们能预料的 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回去跟太太道个歉 别让她着急了 过一阵吧 过一阵等我娘气消了 我再回去 过一阵 那你准备去哪儿呢 去海棠园 好久没去了 不知道那儿的花花草草还好不好 你还说呢 这么久都不去看他们 他们肯定渴死了 我就知道你照顾不好他们 那你呢 去哪儿 我 我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什么事 之前我爹 研究过一个很神奇的药膏 叫做芙蓉膏 可他死了之后 就失传了 我研究过很多次 可一直没有进展 还有啊 我之前在花神祭祀的时候 在玉民的脸上涂的就是我自己研究的配方 可他只是暂时地遮住了瑕疵 没有办法像芙蓉膏那么神奇 你的意思是要进海棠园去看看 可幸的是 我在我娘那儿发现了一个盒子 打开之后发现 那正是我爹留下的芙蓉膏 不过年岁久了 味道淡了 里面的很多成分我都闻不出来 也分辨不出来了 但也比我自己下研究来得好嘛 而且我有信心 我一定能够复原它的 别着急 这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法 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对你有信心 只要你记着 我知道 你想说 只要你陪在我的身边 什么都能做得成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我聪明啊 但我这次要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要说什么 以后告诉你 我就让你现在告诉我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最近这睡眠都不是特别好 困的呀 就两眼皮直打架 但一上床就睡不着 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脑子里跟过电影似的 上了岁数的人啊 就什么都不行了 改天再去开一些安神的汤药 睡不好 对身体的伤害可大着呢 我都快成药罐子了 月月 你要保佑娘 这是什么 这 这是我的一些替身事物 娘 娘 走开 娘 娘 娘 走开 娘您听我解释 不是您看到的那样 你是个恶毒的女人 娘 月明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看她做的什么 我说我的病怎么一直治不好 原来她在这儿搞鬼 她叫我死啊 月明 我只是一时糊涂 你给我起来 我问你 我娘对你不好吗 没有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 娘 娘 娘 你看看她 看来妙兰在咱们家是待不下去了 您放心 明天一早啊 我就让她收拾东西走人 别 她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您留着她还干什么呀 你别管了 不是我要管 娘 娘 我是担心您 怕您在屋里面生闷气啊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我累了 那好 您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记得喊我 对不起娘 百年弄疼了 妙兰之错 妙兰之错 我刚才走神了 我多注意 一定进心 不要脸的东西 谁给你的担心 那既然人家进了咱们家了 咱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那您是不是 对人态度得好一点啊 妙兰她挺可怜的 在咱们家守活寡 这么多年不容易 娘 您对人家好点 您别敢妙兰走 妙兰从小就嫁进郎家 在外面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您要是敢妙兰走 妙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娘 您别敢妙兰走 老少爷 您怎么来这么早啊 是啊 这两天生产任务重 让你们老爷加班 辛苦你们了 应该的 口红定型情况都差不多了 还躺紧没事吧 咱没什么事 去休息一会儿吧 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好 一会儿把最后一笔口红打上包装 就可以发货了 好 这座院子 从一间平房到今天这个样子 靠的是朗家好几代人的奋斗 我希望我们的后代 可以将朗里春这个招牌 发扬光大 星火相传 别人看我们在外面那么风光 却看不到院子里面 每天发生着多少忧伤 这座队 是 这座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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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身把手 拉他们一把的勇气都没有 月轩不是我今生的 但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加倍弥补 这份有缺失的孤险 其实我对月轩的爱 甚至超过月明 是月轩没有良心 还是我太过狭隘 我昨天想了一宿 不管怎么说 他们还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这个家里少了谁 都不是从前那个家 你不要太逼自己 我跟你说过 顺其自然未必是坏事 我何尝不想 我为了这个家 小心翼翼 处心纪律 搞得自己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哪里做错 搞得每个人 都把我当成敌人 我们都老了 有些事 不要再计较了 我天下 我找你 他算是什么 这不算是有 在我的时候 就是我 以后 都不想了 你还能不能 有权力 慌张地干什么呀 这一切 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做的 口红用的 也是你送来的油脂 很好 我要走了 你今天就把钱先给我吧 听说这款口红可以吃 你觉得它能吃吗 要不 你吃一个 楚楚啊 把该处理的东西 都给我处理干净 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也脱不了干系 这是最后一支油桶 我马上拿去烧掉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你知道下场 不连毛媛 可以 被它加提 回去这个 或者这件事情 这是个封面的 已经都是 你要还给滤 有一些水 就是牵 Kab Grant的 秤与人家 不知道 不知道 还真没注意到 这一下午都没见到他人了 那你们知道他住在哪儿啊 帮他带回去 他神秘兮兮的 谁知道他家住哪儿啊 这边谢谢 娘 起床喝药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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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娘不行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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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快点 马上 快 娘 您醒了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这是在哪儿啊 娘这是医院 你没事的 可能就是太累了 是啊 娘 您再歇会儿 我们都在这儿守着您 没事的 再睡会儿吧 请问哪位是病人家属 麻烦过来一下 大夫说现在病人呢 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还是得在医院观察两天 你们先去把费用交一下吧 姐 咱们的钱 好像不够吧 您就别管了 你照顾好娘 我去交费 护士 医药费能不能先欠着 我过两天就交 交过了 交过了 这不可能 您是不是弄错了 您再仔细看一下 您再仔细看一下 就是那个人 他帮你们交的 您好 请问 咱们认识吗 我们并不认识 但是 有认识您的人 钱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这个人是不是姓朗 不是 那不行 这钱我不能赢 护士 你 姑娘 你别着急啊 我带您去见见那个人 到那儿了 您就全明白了 好吧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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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小姐 里边请 请 施老爷 海棠小姐到了 海棠姑娘 施某在此恭候多时了 今天能把你请到这儿来 真是荣幸之志啊 施老板 你我之间 有什么好说的 来 下去 下去 你们都下去 都下去 下去 海棠姑娘 我们之间啊 只有误会 并没有恩怨 施朗两家同气联枝 都是业界翘楚 而我和朗思年 不过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罢了 说得好听 背后爱使手段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做生意哪有不失手段哪 生意厂上没有人情可言哪 可是您使的手段 似乎也上不了什么台面 做生意可以道也有道 但不能不择手段 难得你小小年纪 就懂得那么多的大道理 看来我是找对人了 找我 施老板 您找我能做什么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 医药费 我会全部退给您的 请等一等 海棠姑娘 难得你懂得这么多大道理 但是做起事来 却毫无远虑 迷迷糊糊的 我不是迷糊 我也不是会拒绝所有人的好意 我只是不喜欢跟你 牵扯到一起罢了 但我是真心诚意地 要跟你合作 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联手 才能够打败朗里春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联手 打败朗里春呢 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见利妄议 适才如命的 为什么要把我说得 这么地不堪呢 你真的这么了解我吗 我不屑于了解你 你来昆阳的目的是什么 是来找你爹的吧 你爹的名字叫顾顺奇 其实啊 你完完全全地被蒙在鼓里 你真是一点都不了解真相啊 你爹 他是我这一辈子 所见到过的 手艺最高超的人 我相信你娘 也应该跟你提起过 关于你爹的事情吧 你爹他发明了一种 让人彻底焕发青春的秘方 你应该知道 咱们这个行业 脸上的问题 铺霜 钙粉 遮遮掩掩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如果能够让人 由内而外地 改变这层脸皮 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你爹他就做到了 而我也不知道你娘 是不是也跟你提起过我 我和你爹曾经有过八百之交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我对他伸出了援手 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之事 但却被他堪成了救命之恩呢 于是他就找到我 来和他一块儿研究 并制作这款神奇的秘方 但这件事 却阴差阳错的 叫朗思年给知道了 这朗里春的朗思年 站住 朗思年 他为了要得到你爹 这款神奇的秘方 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 最后竟然对你爹痛下杀术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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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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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师兄弟 师兄弟 帮我找到我的家人 替我照顾他们 先不说那么多 我先带你去看大夫啊 走 我已经生不住了 照顾好我的家人 作为报答 我把我的秘笈送给你 不可能 你撒谎 你想诋毁朗家 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是当年 在你爹临终时 告诉我的地方找到的 事情过了很久之后 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路 但当我找到你们家的时候 你们却已经搬走了 这位大姐 稍等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这会儿人家去了哪里啊 这家早就搬走了 搬走了 幸好老天有眼 让我今日能够在这儿跟你相见 把你爹这本册子 亲手交到你的手里 我相信你爹在天之灵 也能够瞑目了 为什么没有最后一夜 据我的猜测 这应该是当年 他们在打斗的时候 遗失的一夜吧 是怎么开心呢 你就不能随啊 每一 burned gł meat 娘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月明 月轩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呢 不管怎么说 月轩她也是个孩子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是我太狠心了 娘 这跟您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是她娘 月明 你去找她回来 她都把您弃成什么样子了 您怎么还惦记着她呢 她是你弟弟 这小子也太不懂事了 这么大的人 还让您提心吊胆愁眉苦脸的 您看好好的一个家 现在被她整成什么样子了 你去把她找回来吧 好 您放心吧 赶紧歇着 你去讨计? 我去讨计 你去讨计 是 我去讨计 你会来 你看走